不善表达如何快速提升口才呢 分享四点 一 练逻辑 每天去看一篇文章 题材不限 然后总结出文章的中心内容 二 练语感 每天深情并茂地朗读一篇文章 训练语感和手势 三 练胆量 不拒绝任何讲话的机会 主动找人聊天 练就一张厚脸皮 四 多储备 口才口才 有内容说才叫好口才 可以从网上或书中储备知识 不在于多 重点是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来 嘴笨的人如何来提升口才 哪有什么嘴笨 嘴笨本质上是脑子懒 所以不会说话不怪嘴 怪脑袋 脑袋没有想清楚 嘴巴当然不能讲清楚 真的要练口才 有五个方法 听好了 一 从今天开始 把嘴笨这个词给它删除了 而且不要再提了 要换成一句话换成什么呢 我一定要练好口才 第二 读书看报 积累知识 富有诗书气自华 修有成谷不紧张 第三 积累好故事 要知道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说自己所做的永远没有压力 第四 装 没有错 装 去模仿那些口才好的人 看看他们怎么练口才的 那第五 练 练啥呢 练嘴笨子就用绕口令 练逻辑思维呢 就用没话找话法 练想象力就用看图说话法 实在不行就找个老师 比如我 比如我 好吧 好说不好说呀 很多人问我 怎样提高自己的口才 演讲能力 像你一样出口成章 今天我总结了五点 交给你们呀 第一点 你要每天坚持练习 至少15分钟的绕口令 训练自己的语言 表达能力 第二点 每天要多读书 多读报 至少15分钟 来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锻炼自己的语感 第三点 要每天录制一个视频 讲清楚一件事情 第四点 你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 多运动 多微笑的习惯 拷下所有的负能量 每天让自己都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正能量 第五点 只要有机会上台 就要第一个站上去 所以你们学会了吗 五张说话技巧 让别人刮目相看 第一 让别人先说 第二 不要打断别人的话 第三 不要刻意的表现自己 第四 说多错多 想好再说 第五 语速不能过快 声音音量要控制 你学会了吗